來 這樣準備 好痛 好痛喔 我大腿好痛 骨肉閉起來 閉不起來 好來 NG 再重來一次喔 嘿 大家好 我是王哥 我現在人在肯定的加熱水 今天看一下我背後 哇 Q系列 整個火都在這裡 Q2啦 然後到RX Q8 M度有夠帥 不過今天的主角不是什麼Q2 雖然Q2 前陣子發出消息就是 已經在接單了嘛 對不對 但今天的主角呢 是最旁邊那一輛 有點邊緣 奧迪的Q5 而且他們這次給的試駕車款呢 是基礎與力基於 Advance車型上面的叫做 Addition 1 那 Edition 1跟Advance車型有什麼不一樣呢 最主要的差異呢 就是在它的頭燈跟它的尾燈 它頭燈呢 放上了Matrix LED 也就是矩陣式的LED頭燈 尾燈呢則是採用他們家族 非常非常厲害的OLED尾燈啊 剛剛其實忘記露獎到一點啦 它這次的Edition 1 其實還有搭載了一個19寸的輪圈 應該是19寸吧 對沒錯19寸的輪圈 那以車頭造型呢 它還是有做了一些變化 除了剛剛講到頭燈的不一樣之外呢 它這個水箱罩 從六角形的水箱罩 變成的是八角形的水箱罩 也因此啊 讓它這個角度是比較銳利一點的 你那種運動化的感受 其實是會比較豐富一些些 那它現在下面的霧燈 其實已經整合到頭燈上面來了 所以這邊的造型 也是不一樣的 好啦這次奧迪的Q5 另外呢其實車側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我們就直接來看車尾吧 就是車尾啊 除了剛剛講到這個OLED 非常重點的一項配備之外呢 它其實這裡 也是做了一個貫穿式的鍍鉻式條 當然下面的下保感造型也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次這兩個尾燈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嘿它這次尾燈呢 就是OLED的尾燈嘛 奧迪不枉被大家戲稱 暱稱它是登場的一個威名 它的OLED尾燈有三種形式可以選擇 就是當你今天在勾選一些選配表的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把它打開 告訴奧迪說你想要哪一個形式 如果喔你今天調到的是一個動力 Dynamic的駕駛模式的時候 它就有個專屬Dynamic Mode的一個尾燈形式 這個OLED呢它的硬體其實都是一樣的 它們是透過軟體的調教去讓這個尾燈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我在猜想如果它是透過軟體的方式 未來其實是蠻有機會去破解它 就是讓這個OLED現在它只三選一嘛 搞不好未來破解之後三個通通都可以在你的尾燈上面做展示 另外還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喔 它今天有一個模式叫做 欸你不要考我那麼近的模式 這模式是怎樣呢 就是今天當後車或是行人啊 其實距離你的車子很近的時候 這個尾燈它會全速的亮起 全速的亮起稍微警告一下 提示一下後車或是後方的行人 欸你好像有太緊張了 差不多就這樣啦 外觀就稍微做點微調嘛 畢竟是小改款嘛對不對 對但是它其實裡面啊 車內它其實車內改變的幅度 我覺得算是蠻多的 它架了非常非常多高科技的一些配備在上面 趕快來看看 好啦我們現在直接 管太大力 我們現在直接做到Q5的裡面來啦 這次最大的改動呢就是加了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最前面的12.3吋的全數位儀表板 奧迪他們把這套系統叫做全數位的虛擬座倉 而且這個是PLUS 操控起來我覺得是蠻棒的 比如說我剛從恆春來 上面就一直擺著導航系統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是很過癮很爽的 不過現在畢竟很多家都有這個數位的儀表板啦 但奧迪真的是個人化的東西 你操縱你可以改變它的幅度算是蠻大的 而且整體的呈現效果也是很好 加上它的解析度又很高 所以你看起來的爽度真的是蠻高的 除了這個之外啊 旁邊這個10.1吋的觸控螢幕 重點觸控 它之前不是觸控的 所以它這邊呢有擺了一個MMI的操作介面 不管是你的觸控面板啊或是旋鈕都在這邊 現在沒有了 現在它把它改成是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然後這個觸控螢幕呢 它一樣有搭載了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操作上面使用起來 我覺得相對來說也都是蠻順手的 而且這個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是無線的 我覺得這個是蠻爽的一點 那無線就會有一點啦 就是你耗電的問題 所以它在這裡 在這裡 它擺了一個無線的充電面板 而且它很貼心喔 今天你把手機房來這裡 你要下車了 它告訴你說 您的行動裝置仍在車輛中 我覺得真的很貼心 這個數位化不是改成就是 高冷型的數位化 而是非常有人性化 非常溫度的那種數位化 這次後座也有一點 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改變 而且是便利型的改變啦 這次後座呢 它最大的一點改變就是 它可以前後滑移啦 前後滑移10公分 它的椅背呢 是可以做三段式的調整的 以前這一套啊 是要做選配的 整體做起來 我覺得感受也都是還不錯 空間表現也都是蠻棒的 可是我覺得 有點缺點啊 就是它中央的 骨骑面積還是非常大 但是畢竟小改款嘛 我覺得它也不太可能 動一個東西 然後這輛車它有 配備一個全景式的天窗 頭部的那種壓迫感啊 相對的是比較少一點的 好啦我們等一下就上路 來體驗一下它這次的動力規格 還有主被動的 沒有被動 主動的安全輔助系統 還有它這次的一些 行路品質 行路質感的一些表現啦 要不來我們上路喔 大家剛剛也有聽到 外面有人在吹薩克斯風啊 進來這裡面真的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好我們先上路邊開邊跟大家說 我體驗下來 這輛車開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這是簡單來說我覺得這輛車給我的一種感覺就是高質感 第一點讓我最驚豔的就是它的隔音表現 你看它的隔音表現喔好猛喔 因為我們有些路段啊是有經過一些沙石土路的 雖然是輕度越野的路段 下面呢石頭其實都蠻大顆的 正常來說下面會有一些跳石 底盤的噪音應該是會蠻大的 結果沒有 其實蠻近的 所以讓它整體整車的 靜密性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我真的覺得超級棒 再來高質感的驚豔表現 當然還是要講一下它這次的引擎動力規格 它這次引擎動力規格呢 是採用一顆2.0升的 烏輪這輛引擎搭配12V的輕油電系統 這個輕油電系統坦白說啦 在這次的試駕當中我並沒有完全的試到它 我沒有讓它有一個完全讓引擎關掉 然後怠速滑行的一種狀態 只是它這個265匹的馬力呢 算是真的蠻大的 你要有動力一踩 這輛車絕對是可以給你滿足的動力啊 我這樣都靠只愛還了 而且它這個動力搭配上它的底盤 它的弦調表現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 最主要是它的協調性非常非常的好 你不會覺得 比如說底盤跟不上它的動力 或是動力跟不上它的底盤 我覺得不會 所以你操控起來真的是蠻舒服蠻舒適的 而且我覺得它很貼心的一點是 它有6加1種的駕駛駛模式 它的加1呢是你今天選配了主動式的7R懸吊 它就會給你一個叫做all road的駕駛模式啊 簡單來說就是讓你的越野表現其實可以更好的 只是這次的試駕車都沒有選配這個配備 另外你也可以選配它的主動式的電子懸吊 然後再來我們講一下它這次的主動安全 其實它該給的公路都會的駕駛 輔助套件其實都有在這輛車上面 讓我覺得蠻驚艷的一點是它的車道維持系統 那車道維持系統呢 它給的輔助力道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套一句狂人士是Vincent講的喔 恰如其分的輔助力道啊 因為在這個恆春墾丁啊 路都是彎彎的嘛 它給的輔助力道可以讓你很順暢的這樣彎過去 然後你不會覺得好像有一個什麼外力突然介入 不會它給你的力道算是一個很溫和很柔順的力道 但是它還是65公里以上才啟動 but 另外一個but就是呢 它其實有一套系統叫做塞車的輔助套件 當今天車輛偵測到你開在一個塞車的環境 這個車道維持其實也是可以被打開的 它也是可以做開啟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它的ACC啦 它的ACC呢我覺得也是非常棒的 而且它的作動範圍呢是在他們集團家族中 最大 人群最廣的一個 是0到240公里每小時 我覺得重點應該放在它的加減數上面 我覺得它加減數可以用細膩來去 欸欸欸 XX沒有在看路耶 就是它的加減數我覺得可以用細膩來去形容 好啦 我要趕快先把車子停好 他們要拍大合照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想過聊聊天就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網紅去哪裡下次見 掰掰 記得 dragging我們記得按讚 inel 呃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